事實上因為伊朗是提前公告 將近六天 第七天才攻擊 所以美軍跟英國都已經進場 因為伊朗的飛彈 有七十顆是在約旦境內被攔截 那不是以色列 那也有三十顆被英國攔截 所以以色列真的攔截 大概就是三分之二 那現在兩邊都在吹牛 那事實上有七顆導彈 是打到伊朗設定的軍事目標 就是那個空軍基地 F-35 他就是要報仇嘛 事實上他在德黑蘭也貼出公告 他就指明有五個空軍指揮官 是他的報復對象 後來就真的就是打空軍基地 那其他地方甚至有人懷疑 他減低了彈藥量 所以因為有的有落到地上 那看到那個坑很小 就他們並沒有炸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伊朗就是點到為止 那對國內交代 也對阿拉伯世界交代 可是他不希望造成傷亡 因為造成傷亡 以色列就找到藉口 可以反制嘛 那這個事情事實上是以色列先去打 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 所以你說誰對誰 打死兩個將軍 是啊 所以你說誰對誰錯 這個真的很難論 所以這個 這個以色列說他還要再反習 拜登就去阻止 那目前的狀況就是以色列承諾他不會打伊朗 可是會不會打別的地方沒有人知道啊 比如說黎巴仁真主黨 他要不要打 所以不然你不能理解 為什麼台灣今天股票大跌 就是如果這個已經結束了 台灣股票怎麼會跌成這樣啊 所以顯然是有人認為啊 他大概不會空襲伊朗 可是以色列很上場暗殺啊 他會不會做別的事你不知道 那他會不會打黎巴仁真主黨或聖誠旅也沒有人知道啊 這件事情事實上以色列打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 他沒有跟美國打招呼 所以美國的國防部長歐斯汀是出來抱怨 公開抱怨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次是有點生氣了 就說欸就這樣就這樣 就到此為止啊 那中國也有打電話給伊朗 所以我認為伊朗也是聽到很多訊息啊 所以也是到此為止大概是這樣 不過台股今天跌 當然這個有關 因為美股也是在跌了 美股已經跌好幾天了 跟美國那個利率不降 有關 那現在一打仗以後又怕 萬一有什麼油價通貨膨脹等等 美國利率更不能降 所以這個全世界這個牽引法而動全身了 老沈 其實講到股市 剛剛阿蘭格的講法我不太同意啊 因為它是禮拜六發動空氣 如果是禮拜一的話不得了 起碼跌個一千點 但它禮拜六股市是沒有開的 所以它禮拜一的那個早盤的Future的那個期貨 美股是漲的 那個NVIDIA 那個英偉達的NVIDIA 它是還漲到908塊 但是到了中盤的時候 一直到800多塊 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 就長期國護健的利息上升了嘛 這表示說對未來沒有信心 我覺得現在全世界的熱點 就是俄烏跟以哈這兩天變成以一 那這些都是給台灣學習的教訓 就是說人家什麼情況我們能不能重演 如果重演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 我覺得俄烏沒有什麼好學的 但是以哈或是以魚衣這些東西 我認為這個以色列是很厲害的 以色列是被阿拉伯那麼多國家包圍 但是阿拉伯國家真的很怕跟它對幹 因為阿拉伯怕的是沒話沒了 以色列偏偏喜歡沒話沒了 這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剛才就覺得說我們台灣乾脆把握我們的防衛責任 外包給以色列國防部 我們原來軍方跟他關係很密切 對 因為我們自己幹反而是做不來 而且恐怕更貴 就交給以色列更好了 那當然這個是開玩笑 以色列覺得台灣兵差太遠 你看 差英文為什麼 就是說借鑑以色列國會代表團然後戰兵 這個有很難做選擇嗎 沒有 我們台灣沒有什麼選擇 我們台灣跟以色列站同一邊 並不是因為有中東的以太蘭 也不是因為以色列的宗教 也不是因為他的族群 我們沒有辦法跟阿拉伯站在一邊 因為阿拉伯如果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阿拉伯現在有十個國家聯手 來跟台灣講說我們十個都承認你 要來換你的立場 你變成說不挺以色列 挺我們 你覺得我們敢答應嗎 一定都不敢 絕對不敢 到現在不敢 拜託不敢不敢 為什麼因為我們是米國小漢的 小漢的 因為所以我們的立場 我們選邊立場是什麼 我們不是挺以色列 我們是挺老美 老美怎麼站 我們就站 我們是挺華爾街 華爾街的猶太人 我們還挺所有美國的猶太人的世界的意見 你看美國的猶太人一生氣起來 哈佛大學都還把他的校長撤掉 看會怕人不怕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是真的是很可憐 真的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你看以色列跟對王毅講說 你們中國處理的不好 對我們不夠好 那為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趁機會插針 見縫插針 有機會去跟以色列講 老公對你不好 那我們跟你好 敢嗎 有用嗎 有效嗎 我們站邊對以色列有幫忙嗎 以色列是異數異數 怎麼這樣 告訴我一下 真的 講真的 他就不敢來 不過以色列這個國家也是 的確不簡單 說實話 建國沒有多少年 諾貝爾獎 已經出了好幾個 好幾個 諾貝爾獎金得主 我去以色列看 我也到旁邊的阿拉伯國家看 你一看就知道 完全不同 到以色列去 我們光看兩邊農田好了 以色列那個農田綠油油的 在沙漠 綠油油的 他那個灌溉是用滴來算的 點滴灌溉 幾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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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多少的面積需要多少水 然後這個作物需要多少水 一邊很綠油油的 他旁邊就是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每個稻子都要垂 都要死不活這樣 其他旁邊 我插一句 你看最近大家看那個奧本海默 你看當年就是這些原子彈 核彈 氫彈 不管是俄國的 德國的 或是哪一個國的 通通是 奧本海默也好 通通是猶太人 那猶太人的子女教育 當然猶太人跟我們一樣 很重視教育 但是他比我們更重視 他的父母寧願全部家當 都給孩子去念最好的學校 就這樣從小的重視教育 他們知道漂泊在全世界各地 能夠站起來只有讀好書 有學問 有影響力 大家會尊重你 那而且他從小訓練他的小孩 要問 要問 一直要好奇 譬如說舉來講 我一時候到大學去演講 講課等等 以前 會問問題的 一看都是大陸學生 台灣學生不問問題的 好 那就算了對不對 那我們常常覺得說 美國學生很會問問題有沒有 美國學生很愛問對不對 猶太人 猶太人孩子到美國去 說怎麼美國學生 那麼不愛問問題 猶太人一直問問題 一直為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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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跟老師都煩死了 打破燒個問到底 從小就這樣培養他們的小孩 所以這國家人算是少 幾百萬不到一千萬 能夠搶起來是有它的道理的